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535集 许丽国叛变计划失败 2 拿出仙剑 王林扔向许丽国 许丽国脸露喜色 内心松了口大气 迅速钻入剑内 与之融合 半空中啊 刀剑齐飞 许是看到许丽国没有了危险 那弯刀犹豫了一下 虽说对王林颇为看不顺眼 但却与许丽国一样 跟随在了他的身边 准确地说呀 这弯刀是跟随在了许丽国身边 许丽国身在仙剑内 扫了一眼身边的黑色弯刀 颇为得意地想到 哼哼 煞心都不能彻底收服的小黑 老子哥哥手指头 就能把他视为小弟 看来我在魅力上 要比煞心强上太多了 他这样想着呀 心里顿时感觉一阵疏爽 按道 管你煞心有多强 在这一点上 你拍马也比不上老子 嘿嘿 还有老子能屈能伸 这一点他又比不过我 还有老子有美人缘啊 大美人小美人都是老子的 嘿 这一点他又比不过我 这么一看 其实这煞心除了修为高一些 什么地方都不如我 哎呀 像我这样优秀的魔头 真是世间罕见 寂寞呀 这许丽国的心里颇为爽快 彻底的平衡啊 而且还略有优越感 看向王林时身在仙剑内的灵体目中啊 有一丝同情与得意 王林一拍楚代 许丽国顿时带着仙剑飞入 弯刀紧随其后 在许丽国进入楚代的一刻 他忽然停下身子 摇摇地看了一眼远处帝都的方向 内心叹道 哎 小美人 你这许哥哥又回来了 老子不走了 不把你带走 老子就不离开这天药城了 帝都内 剑阁中 蛇形地剑呢 通体一颤 化作少女的样子 少女皱了皱鼻子 恶狠狠地说道 别让我再看到那可恶的无耻剑灵 说让我看到它 我即便是违反了帝君的命令 也要带着剑体冲出 直接把他砍了 收了刀剑 王林回到了红城 此刻夜色落在 却是一天过去 王林一路飞行向着墨府飞去 他正飞行间呢 眉头一皱 身子停下 沉生道 可是 长街之上 远远地走出庶人 这些人有男有女 修为均都是应变期以上 其中有一些 甚至已经达到应变中后期 王林神色如常 看着眼前这些修士 没有说话 他在这些人身上 没有感受到半点杀气 反而有一股浓浓的悲愤传出 人群中走出一个白衣男子 此人相貌朗朗 冲王林一抱拳 说道 王道友之名 在天运行驶 在下便如雷贯耳 数日前妖将之战中 更是让我等内心敬佩 王林扫了众人一眼 内心多多少少 猜到了这些人的想法 此刻同样抱拳 说道 过奖了 白衣男子叹了口气 说道 在下 遇见门少门主 此次卷入妖将之战 情非得已 数日前 王兄风采 却是如当头一棒 把在下敲醒 这妖灵之地 我等修士之命 比楼椅还低 妖将不可死 杀妖将者 更要陪葬 最终死的 唯有我们这些修士 倒是让这些妖灵之地 蛮夷们 当成戏子般取乐 王林沉默 没有说话 这位 便是那妖将 敖迪的帮助者 男子一指身旁之人 只见一个中年男子 身穿道袍 他上前两步 向王林一抱拳 恭敬地说道 王道友 敖迪之死 同样让我清醒 这妖灵之地 战功虽重 但若无命去想 又有何用了 白衣男子 叹了口气 说道 在这里 给这妖帝 蛮夷取乐 不是我等 修道之人的选择 我身后这些道友 均都准备 离开这天妖城 今日 是向王道友告辞 他说完了 深吸口气 身子一跃之下 化作一道长虹 直冲云霄 他身后的数位修士 同样向王林抱拳告辞 纷纷化作长虹 消失在了天边 王林安静地站在原地 望着离去的众修士 始终沉默 修士乃逆天之日 当有傲伍 若为强权而低头 则没了逆子 留下的只是对命运的顺应 但这逆子 却另有他意 离去的这些修士 并非是逆 而是逼 真正的逆 是不避天地 不避命运 不避天道法则 在顺中逆行 修士若没了自己的道 则不成修道 王林向远处走去 他没有飞行 而是静静地走着 背影在月光下 拉得很长很长 修道逆天而行 拥有自己的道 王林走得很慢 好似这条街 无尽漫长 不知过了多久 在王林的前方 莫府摇摇在墨 黑暗中 莫府外的灯笼 散发出柔和之光 好似黑暗中的一丝明亮 使得王林停下了脚步 静静地看去 灯火之光虽说渺小 但却可把莫府牌匾照亮 阵阵夜风吹来 灯笼晃动 就连旗内的烛火 也变得忽明忽暗 虽说如此 但这灯火依旧顽强地绽放 王林安静地站在黑暗中 眼中露出一丝明目 只不过这明雾却还是不够 他感觉好像抓住了什么 但转眼间又好似什么都没有出现 一种惊人的蜕变 正在王林身上悄然无息地生根 时间渐渐过去 漆黑的大地 被东方升起的出阳 缓缓地吹散 王林眼中所看 黑色如落潮般蜕去 在这一瞬间 王林脑中好似闪电划过 他耳边如同回荡琴音 整个人好似顿悟 黑夜被阳光扫去 这算不算是逆呢 这逆子便是我达到问顶的关键 王林脑中有了一个模糊的感悟 这感悟不深 但却生根 王林目露奇异之盲 没有回到莫府 而是转身离去 在那河道旁 他如老僧打坐 尽管此刻没有琴音 但他耳中却有心地 鱼音回荡 琴音无情 但心中蕴含着悲伤 变成了悲音 这不是你 与我刚才感悟不同 但为何我听这琴音 却好似听到那腻的韵味 上午 阳光暖洋洋地洒遍大地 画坊来临 那画坊上啊 在弹琴女子的身边 多日前那个青年再次出现 这一次 他的目光远远地便落在了王林身上 琴声飘摇而来 那青年站在船头女子身旁 手里拿着酒杯 向王林微惧 王林拿起酒 摇摇一碰喝下一口 那青年却是摇头指了指船手 手中之酒未尝半口 王林轻笑 这青年虽说相貌寻常 但整个人却有一股洒脱之感 王林略一沉饮 便身子一晃 踏着河面而去 落在了那船头 弹琴的女子 并未察觉船头多了一人 仍然弹着蕴含了悲伤的琴音 那青年含笑 手中酒水 一口喝干 随后一甩一山 坐在了一旁 王林同样坐下 喝着酒壶之酒 近距离地听着琴音 静静地望着弹琴女子的御声 船头三人始终都没有说话 那青年邀请王林上船后 始终含笑不语 至于王林 也同样没有太多说话的念头 因为这琴音已经动人 在这琴音下 任何言语都是一种杂音 琴声不断 画坊顺着河道而去 王林这一坐便是一天 那青年与他一样 二人酒若没了 自有下人从船内走出 为二人准备酒水 天色渐黑 两旁河道又灯火出现 即便是这画坊上 也有不少灯光灰明 颇为美丽 当这画坊再一次 回到王林上船的河道旁时 王林站起身子 向青年一抱拳 就要踏风而去 此刻 那一整天始终没有说话的男子 开口轻道 兄台听着琴音 好似别有一番感触啊 王林脚步一顿 说道 想起了故人 那青年一口把手中之酒喝下 苦涩地说道 难怪 若心无牵挂者 是不会被这琴音所动 兄台与我一样 也是一个俗人 二人谈话间 那弹琴的女子 却是身子一颤 其琴音也随之 出现了颤声 若兄台无事 不如你我二人 八九天明 聆听明轩姑娘的琴音 青年说道 王林略一沉吟 看了青年一眼 点头道 也好 青年微微一笑 倒满酒杯说道 我观察兄台多日 看你在那河道旁 虽说人在 可心却不在 如同一个过客 王林喝了口酒 摇头道 苏人一个 若真说过客 也只不过是虚幻罢了 你不也一样吗 神在这船上 可身却不知去了哪里 青年深深地看了 王林一眼 说道 家里来了不少满客 太过吵闹 于是这神 便飞来这里 图个清净 原来是个有家之人 王林轻声道 哦 兄台无家 青年访问 有 不过 很远很远 王林脑中 浮现出 朱雀星的那处山谷 家中可还有别人 青年问道 没有了 你呢 王林拿起酒壶 喝了一口 有个侄女 不过这侄女 太顽皮了 而且最近 还被一个恶客缠上 说到这里 青年笑了出来 二人闲谈稍许 便没了话语 静静地坐在船头 淋着月光 听着情音 伴着美酒 深夜过去 天边露出一丝白光 渐渐照亮了大地 明轩早就已经离去休息了 船头之上 两个男子却是一动未动 那情音虽无 可耳边之音 却是没断 王林捡起酒壶 向青年一抱拳 抬起脚步 一踏之下 便随风而去 身影消失在了 清晨的一片宝雾内 帝都之中啊 妖将第一轮战 已经结束 数百妖将中 只剩下四十八人胜出 其余之人 不是落败 便是一胜一负 失去了资格 这持续了数日的第一轮战 妖将之中 除了敖敌之外 无一人受重伤 但修士之中 却是死伤极重 毕竟 这是一场修士的厮杀 尤其是大罗建宗的熟人 面对妖将 点到为止 可面对同修 则无比辛辣 好似想要借此机会 展现自身实力一般 清晨的阳光 扫过帝都 万丈广场 三测高架看台上 人数比之前更多 毕竟接下来的战斗 才是妖将之中 真正的大战 能留下来的 除了极个别 是侥幸外 其余众人 均都不是 无名之辈 四十八个妖将 从天妖门内走进 一股浓浓的战役 好似化作了一头 远古巨兽 在天妖门打开的一刻 呼啸而出 广场正中的金甲男子 神色冷漠 目光一一从 进入者脸上扫过 再看到亡灵时 此人冷哼一声 在他看来 区区一个修士 在我妖灵之地 居然敢重伤一位妖将 这一点 足够他出手 杀此人十遍百遍 在我妖灵之地 这些所谓的凶士 只不过是一群强盗 来这里的目的 不外乎就是古妖传承 这些人死就死了 但若敢伤及妖将 则大灭不道 金甲男子对于亡灵 颇为不满 内心更是有了杀鸡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